大家好 我是天狼 刚才我们的明星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 问这些三季分队太弱了 我是否要保留 我是否要捡到这里 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一颗块板 今年没有施肥 今年天特别热 这里全是杂草 所以它没有长起来 这些都是今年新长出来的枝条 比较粗壮 有活力 今年就都是这些枝条 那然后开花了之后 今年这些新的长出来 这些老的 其实我们看它是没有什么活力的 这样的话春天是有利于什么呢 春天有利于根部长出非常多的强损 如果下面这些留着 它明天时间长了很多损 就会影响整体的美观 看快板是一个低维护的月季 这下面叶子都没有了 太密了 不透风不透光 五黄了 叶子都掉了 然后意味着什么 病虫害滋生非常严重 这就是很多我们种的腾分月季 养一大虫之后不清理 然而久而久之这些枝条 逐渐枯死腐烂在下面 而且严重影响美观 像今年冬天 我们会把这些枝条 全部给它干下来 只留上面很清爽的 这些清脏的枝条开花足够多了 说得疼的月季 大家不要想着 所有枝条都留着 像这种老的没有活力的枝条 能砍掉的就砍掉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又干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月季